手机在维修之后跑分少了好几万分 跑分少的原因有好多 比如散热贴子导乐高等等都会影响到跑分的性能 一般正常人使用的时候估计是发现不了 总感觉手机有的时候防御会慢一点烫一点 在温度较高的时候防御会比没修过的慢很多 导致这种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原厂工艺和我们维修的工艺有一定上的差距 所以导致维修好之后基本上手机的跑分性能会大大降低 实际我们也可以完成原厂的分装实现 修过之后和没修之前的性能达到一致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以这个双层的主板为例 接下来我们怎么完成原厂散热的这种修复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我们要在双层板的中间放入支撑住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已经把小金饼全部安装好 接下来开始进入最主要的环节 所有的金饼我们已经铺设完毕 接下来开始进入最主要的环节 涂上导那高 然后这是塑料 这不是导那高 导那高还没开始 我们现在准备一点导那高 基本上的维修师傅是不愿意花时间来折腾 那这也不能说折腾 花了时间精力就为了提升几万跑分 但一般人也感觉不出来 所以呢导致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弄 我不是为了拍视频 有可能也不弄 取掉自制的模具 为什么导那高要远这么厚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安装的时候需要挤压 繁金的垫片就是越来挤压的时候 能支撑我们上下层间的力度 所以原厂垫片也是这个原因 为了能让导那高压得很实 能实现更好的导那效果 很明显导那高已经彻底了压平 接下来我们扫动的完成贴盒 我们能看到上下肩的贴盒的厚度 基本上达到了一致 在这个黄金大饼的支撑下面 导那高 我们可以很好的填充整个CPU的区域 让它的温度能从后壳走掉一部分 当在高频率运行的时候 会保证温度随时能散发出去 这样子就不会降频 不会卡机 所以跑分也能回到原厂状态 整个的还原过程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个环境的垫片 不单单可以用于 这种上倒那高之后的挤压 当重摔之后 主板变形 任何双层主板都可以